云林人素有肯吃苦 能耐劳肯打拼的风平 尤其乡亲出外的人数众多 不但凭借着打拼精神 在各行各业展露头角 出人头地 更可贵的是 都能秉持重情义的优良传统 在各县市成立云林同乡会 发挥同乡情谊 相互扶持 也因此形成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对台湾政治经济及文化的影响深远 因为分音是一个散家的故乡 所以大家都必须要离乡背景 出外贪吃 出外贪吃 对到很多挫折 所以说让人求 让人看不起 说这是互动的故乡 还是散贵 不然能到点 所以大家出外打拼的时候 非常自爱 很挤折来的 躲过难关 在这个中间的时候 大家意识到出外一定要靠朋友 尤其是同乡一定要团结 团结就是力量 人家才看我们有气 而中华民国云林同乡总会的灵魂人物 就是现任总会长张朝国 出身为举重选手 年少时代将举重与事业结合 以云林人不畏艰苦的精神为底 更多方面发展 其今旗下有饭店 顶级餐厅 以及健康会馆 为台湾著名的企业家之一 因为人肯出苦 肯付出 又有爱心 那举重运动 也是我的最爱 那这个运动的精神 也是一样 不怕苦 不怕累 就是达成目标这样 就是跟奥林匹克的精神一样 认真地去学习 认真地去努力 所以这个结合运动 跟隐隐的人的精神 是互相吻合的 我们做老师的时候 要特别 有点认真 有点用心 用忤人的精神 起床来路 不怕艰苦 那种精神来做 一定会成功 而张朝国总会长 不像压力低头的运动家精神 让他不仅深耕台湾举重运动 建立多家健身院 培养优秀举重人才 成为中华民国举重协会理事长 全心照顾爱护举重的他 更被选为国际举重总会第一副会长 为提升国际举重水准而努力 也是第二位 在国际运动组织担任要职的我国人士 实为云林人之楷模 对于云林有深刻情感的张朝国总会长 多年来积极投入同乡会晤 以举重的硬骨精神为云林同乡会尽心尽力 而他将云林人的爱发挥到更广的层面 举办全国身心障碍者模范家庭表扬大会 希望透过本次的表扬 不仅鼓励模范家庭 也带给现今社会良好的家庭典范 抛砖引益 引起社会的注意跟政府对我们的重视 来多照顾一些弱势与团体 使这个国家更进步 社会更祥和 家庭更快乐 非常谢谢像云林同乡会 这么多这种公益团 能够举办一些这些公益活动 让更多的那个船上朋友能够走出来 然后使他们能够更有活力 更有希望 谢谢这个单位 给我这个机会 我请先谢谢我的丈夫 一路来照顾我 也二十五年了 总是觉得 这个家庭建立起来是很不容易 一路走来是蛮辛苦的 也谢谢社会对我的照顾跟爱 所以才让我有勇气走到现在 云林同乡会来举办的这个活动 给一些社会上一个是正面的鼓励 让一些比较不是那么积极 看待自己生命的人 可以往正面的去看 能够给自己一些鼓舞 云林同乡会回归身杖者 对家庭的重视与和谐 让人看到他们的家庭 是一片乐观与坚强 也让社会重新解释 当今家庭与伦理观念 在未来 同乡会会更致力于推广公益 并成立云林级全国警察联谊会 与女儿媳妇联谊会 期望让云林人更为团结一心 莫忘初衷 莫忘初衷